一支国际天文学家团队,已经找到了行星状星云Menzel 3,又称蚂蚁金鱼的核心位置,发射出的一种罕见激光现象的原因,其指出,在这个混沌的宇宙结构的核心,隐藏着一颗尚未被发现的半星,Menzel 3,在距离地球大约8全光年的诺马座方向, 其余1920年被唐纳德·Menzel 3,发现外星与某种花园蚂蚁的头胸部很像,他不忘远镜拍下的蚂蚁星云照片,这个蚁人注目的家伙,属于一个被称为行星状星云的密单体的特定家族成员,尽管名字有些傲偷,但这些漂亮结构的形成与行星没有任何关系, 相反,它的根本来源是等同于我们太阳的中量级恒星的相亡,这样的恒星耗尽了大部分的精处备, 以历史的恒星趴趴趴收缩,这个过程压缩了恒星中的剩余物质,导致其声闻,并将以下的精融合到一起,反之膨胀了一颗巨大的红巨星, 此时恒星开始太可反应,类似青纸变并生成炭,染伤11年左右, 红巨型会耗尽害储备,然后核心开始收缩,是帮出一股将上述恒星物质吹走的能量, 这片残骸将继续形成一个行星状星云,正如曼走三类药, 与此同时,内核人是这片宇宙月的中心,作为一颗白海星,欧洲宇航局描绘的恒星机演化路径, 作为核心而行星状星云调查任务的一部分,欧洲宇航局近日通过该太空望远镜观察了蚂蚁星云, 旨在探索这些星云在远红外克征,核心而望远镜强大的红外能力, 皆是曼走三号的核心区域的一种罕见激光发射现象,即轻负核线激光发射, 期间为止,只有敞亮的红外激光发射被发现, 此前人们认为他们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显现, 构成行星状星云的电离气体的混沌云, 导致天文学家无法直接凝视它的核心, 可然从结构中心为止发射出来的激光, 让这项新研究的科学家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内部情况, 要产生这种现象,其云密度必须相当之高, 大约是构成蚂蚁可见头胸部气体, 环照恒星15亿公里范围内运行的100000倍, 接近视力的核心而望远镜, 当恒星从红巨星转变成白矮星时, 这将是很不寻常的, 因为该区域的恒星物质会不会有效地清除, 任何残留的气体都应该被吸入并吞噬, 研究合作者, 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専文学院教授, 表示, 保持气体靠近恒星的唯一方法, 就是它围绕着一个圆盘旋转, 本例中, 我们带进边缘位置, 观察到了一个密集的圆盘, 而这个方向有助于放大激光信号, 圆盘表明该白矮星有一个双星系统, 因其很难让喷射气体进入轨道, 除非半星把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偏转, Cursial Planetary Nebula, the V-Hat-Lang, Pypidin Recon-In-Ital, Andly the Lines, In and Z, 3.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